大家好,我是义南天 欢迎来到义博士风水智慧讲堂 首先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义老师是义南天人文地理风水研究院院长 同时也是陕西省周一研究会的特聘教授 今天义老师为大家带来一个八字命理的案例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全照 庚古年 丙虚月 丙辰玉 物质时 大运是丁亥 物质 子丑 庚 庚饮 新毛 人臣 鬼市 甲午 这个八字呢 玉干 丙火 生于虚业 虚土 谢丙火 不得令 地支里面呢 连之 五火 阳燕 住身 还有月干 丙火呢 透出帮身 所以这个八字的易主啊 是落而不衰 地支 陈虚相冲 相互使得土的力量啊增强 克制了这个十字 子水 正观 正观一般代表名誉 地位 工作等等 但是呢 子水太弱 又容易体现为落落 缺乏魄力 缺乏威严 年刚 更金 偏财 财心外透 被 丙火和无火呢 重重克制 为 笔节制财 在这里呢 笔节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年干 食干 偏财 和食神 透出 代表才华 说明你的口才呢 不错 性格比较浪漫 一直做食神 有口福 而且呢 比较讲究情调 园局中的食神呢 很多 你看 这些都是食神 食多为伤 食神多呢 需要有印来克制 所以呢 这个八字啊 喜印 食神太多的人 做事情啊 容易虎头蛇尾 比较马虎 缺乏恒心和细心 欲助 比如 是太阳之火 天性呢 比较阳光 天干呢 凉饼透出 这里还有一个丙火 所谓二义增辉 代表凡事呢 多竞争 要不断的通过学习 提升能力 这样呢 才能够在竞争中了 利益不败之地 我最喜欢的是人水 有人水呢 为贵气 但是呢 圆局中呢 不见人水 只有了一个子水 正观 人水 格局上面呢 稍微弱了一些 食伤多 而无印 自身呢 也少了元神 代表本人呢 只能靠自己啊 白手起家 是一个辛苦操劳的命格 用神呢 是木和火 有木呢 可以制约食伤 有火可以增强命远 寄神呢 是土 金和水 下面呢 我们再来进一步分析 食神和六亲之间的关系 年干 庚金 偏财 代表父亲 偏财做 无火 狼刃 代表父亲的身体不好 或者呢 身体有残疾 动手术啊 等等 而且呢 饼 五 都是根筋的关纱 重重克制 可以看出呢 父亲的运势受阻 而且呢 健康上面呢 有许多的问题 八字圆局中呢 没有印星 只有在地支层里面 暗藏了一个 底目正印 很弱 代表你和母亲的缘分呢 也比较薄弱 缺乏母爱 跟母亲的关系呢 也一般 地支里面 层虚相冲 这代表呢 医生啊 容易遭受 大的变动 工作啊 财运呢 都不太安稳 尽量呢 要让自己啊 有一级职场 这样呢 才能够工作稳定 避免大的变动 此次呢 要注意婚姻 因为呢 冲的就是这个婚姻工 这个是婚姻工 婚姻工被冲 主要体现为婚姻动荡 一般呢 晚婚为宜 早婚的话呀 对婚姻和事业呢 都有阻碍 难命是以财星为赤子 园局中呢 这里有一个更新 偏财 帝之里面 暗成了一个心经 正财 这两个财星都被 屏武所克制 不立婚姻 但是呢 玉珠 玉之 臣呢 是七公 里面有十神 十多 也可以生财 代表夫妻的关系啊 有救 问题不大 十姿 子水 正官 冲了这个太岁五火 正官呢 代表工作 黏住 是祖上 代表里啊 是一个背景离乡 外出求财的命 而且呢 容易落叶而不能归根 27岁到37岁 走的是极丑大运 被三官大运 这里的丑 和这个子啊 有核 正官缝合 极丑 是土 泄了这个 零火之气 代表这十年的运势呢 不强 事业 财运 感情呢 都比较一般 2019年 和2020年 就是去年和今年了 都是水旺的年份 去年是几亥年 属水 今年呢 庚子年 也是水水的流年 火是你的喜用神 不喜欢水来克制 所以水旺的流年呢 都不太顺利 这两年的职称考试啊 升职啊 等等都颇多阻碍 未能顺利过关 2020年庚子年 就是今年了 和年祝 庚物 是天比地充 不但流年不顺利 还要注意家中的长辈健康 而且呢 财运方面呢 也有损害的迹象 投资方面呢 一定要谨慎 2021年是新丑年 新金 是正财 代表你的正元桃花 地资 直 丑 生和 引动了这个子女功 所以2021年的婚姻孕 是很旺的一年 应该好好地去把握 不过呢 你八字里面呢 有两个病火 代表着竞争 说明恋爱的过程啊 有其他的男孩子呢 跟你竞争 不太顺利 感情记录啊 磕磕碰碰 如果想恋爱成功率更高的话呀 应该努力去改变自己性格中 比较急躁 容易冲动的一面 要学会呢 克制自己的不良情绪 至于结婚呢 大多数会在2022年之后 因为呢 2022年之后呢 火木出现 代表容易婚嫁和成家 同时呢 在职称啊 考试上面呢 都有提升和进步 2023年是人影年 这2023年之后呢 一切都会顺利很多 因为呢 银 五 须 三合火局 之后的几年呢 都是火木通灵 会有一些更好的机会 自己呢 要好好的去把握 37岁之后呢 走的是 耕引和新茅大运 这里面呢 有木 是你的喜用神 但是呢 有金来克 被盖头大运 有急也有松 运势呢 比较反复 不太稳定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 原局中呢 年干为偏财 代表你适合外出求财 而且呢 比较 适财 最好呢 靠团队去发展 不宜独立单干 最好呢 依靠一个平台 或者一个企业 从事相对熟悉的工作和项目 这样的发展呢 会更加的稳健和顺利 这两年的流年不忘 没有急兴 事业上呢 需要坚持 和努力 2022年的桃花呀 是很旺的一年 要好好的去把握 好了 这个八字呢 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里 谢谢大家